俄羅斯前皇室後裔 喬治大公 在前帝國首都聖彼得堡的 聖以撒大教堂舉行婚禮 這是俄羅斯從1917年沙皇時代 被推翻一個多世紀以來 第一次舉行的皇室婚禮 數百名館禮賓客聚集在 俄羅斯聖彼得堡的聖以撒大教堂 看著新郎新娘許下誓言交換戒指 這場皇室婚禮賓客 除了幾十位歐洲皇室成員外 還有許多政商名流受邀出席 婚禮由俄羅斯東正教神職人員主持 才正統基督教儀式 四十歲的新郎喬治大公 出生於西班牙馬德里 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西班牙和法國 他在一九九二年首次訪問俄羅斯時 最先在聖彼得堡落腳 因此談到選擇在聖彼得堡舉辦婚禮時 表示這是他們回到俄羅斯的第一個地方 與家人非常接近 喬治大公的母親是自稱俄羅斯帝國 皇位繼承人的女大公 瑪利亞弗拉基米羅夫娜 曾祖父基里爾弗拉基米羅為其大公 在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革命期間 設法逃到芬蘭 後來搬到西歐 喬治大公則在二零一九年移居莫斯科 目前在當地從事多項慈善項目 我們聽說過一件大事的故事 出現了 很難得了 我是說 為何這次是 什麽 社會 三十九歲的新娘貝塔里尼 去年歸依了俄羅斯東正教 並改名為維多利亞羅曼諾夫那 父親羅伯特貝塔里尼 曾在意大利外交部門 任何時代 成為俄羅斯大公爵夫人後 是羅曼諾夫皇室家族中的 第一位義大利人